中三条以上说明你只是他的备胎之一 爱情是美好的 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份真挚的爱情 希望爱的那个人也同样爱着自己 爱情是自私的 本该是一对一的 但有时却不是 一对你忽冷忽热 有事的时候总是会找你 没事的时候就把你晾在一边 三他感到无聊寂寞 没人陪时就会打电话给你 傻傻的你以为他很想你 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便很开心的来到他的身边 三以前喜欢黏着你的他 现在开始厌烦你的靠近 特别是房市 总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或者就像例行公事一样 抄抄料事 四以前在你面前可以聊个不停 如今的他在你面前话语很少 也不会像从前一样主动聊天 大部分都会是你问他答 五经常性晚归 有家不玩的班 硬不玩的愁 六开始注重自己的着装 不爱化妆的他 每天都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 特别喜欢照镜子 七和你在一起时 总是玩手机 莫名其妙的撒笑 以前主动让你玩他手机 如今频繁修改密码 手机不离手 八身边异性朋友 开始多了起来 当你看到他与其他异性 在一起聊得很开心 甚至有些亲密动作时 你问他 他只淡淡的说普通朋友 九以前对你很温柔体贴 如今两句话不对头 就开始吵架 常把分手挂在嘴边 十 以前下班时都会问你想吃什么 今天一起吃饭 看电影之类的 如今下班后对你不再有问候 有也是偶尔的 如今这物流横行的社会 什么都开始现实起来 有些女人也一样 身边男人不止一个 各种备胎存留着 谁对他更好 更能够满足他 他便选择谁 每个人都有被当成备胎的可能 你是他的备胎之一吗 有点兑语